这里是金融市五轮国小大门前路口 急需行人耗置维护学童上下学安全 在立法人才适应协调台电 金融市政府以及对面社区建商下 已经获得初步结果 工程设计将在一周内 送到金融市政府交通处审核 期盼能赶在9月开学时 完成行人耗置设置 这个国小的这个红绿灯案 已经拖了好几年了 那今天也做到最后的确认 那我们施工的厂商 要以一个礼拜来送件 那到我们交通处这边 那希望他赶快的核定 那尽量在我们9月 9月初来完成 还不会影响学童的上下课 那我们以在地的 这个建商的回馈的部分 很感谢他们这样子来做回馈 另外针对五轮国小与五轮国中 前的五轮街通学步道改善案 在立法人蔡世英争取中央补助 上千万元经费后 目前全案由金融市政府教育处设计中 蔡世英希望能邀请在地里长参与 将地方和家长的意见纳入 让改善后的通学步道 能确实达到地方的需求 我们人里周边的各个家庭 小朋友都是要走这个 人行道来上去 那其实这几年呢 我们一直在周边的发展过程中 希望可以争取 通学步道的串联改善 以及我们的红绿灯的争设 那也很感谢说就是 各个单位一起来 讨论努力来促成这件事情 那希望说在今年度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红绿灯偵射完成之外呢 还有包含蔡世英委员跟金融市政府 一起来进行改善这个通学步道 也可以尽早完成 世英在中央有协调的结果 第一次核准呢 七个案子 后续再补助这三个案子 那我们国小通学步道 也是其中一件案子 那目前金融市政府 已经收到中央的核心公文 那预计要先做规划设计案 那世英在这边也特别请我们金融市政府 未来在做规划设计的时候 除了学校的方面参与之外 那我也请他们特别来通知 每一个学校所在地的里长们 也请他们能够来参与规划设计案 到时候有相关的意见可以一并提出来 让整个的规划设计 完成尽善尽美 那未来在工程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更加的顺利 减少更多的阻碍 让整个学童步道的安全 能够更持续更进步 蔡世英表示 在七年多的立委任内 已经争取改善中一路等多条重要道路 也透过台电电感下地 以及自爱水管线台换 协调与金融市政府配合人行道改善 期盼透过行人设施的优化 提升校园周遭环境 也守护学童上下学安全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